人民幣進入SDR 一定對中國來說是一件好事 不過好幾多不值得太大的憧憬 第一,它是2016年10月1日才進入 它現在起碼還有11個月的時間 第二,這11個月裡中國經濟如何發展 若然好的,用你用SDR嗎?我都來了 如果在這11個月裡中國經濟不好 你還一路減息下去的話 說你進入了之後,我都未必來了 因為很簡單 很簡單,這不是一個名校 如果名校進入了之後 是去不了耶魯和哈佛的 我這個名校進來做甚麼? 如果那些名校進來,插一下那邊 去名校廁所走個圈 都可以進入耶魯和哈佛的 你看看那條龍會排多長 所以最主要的就是 將有甚麼東西可以離我這個投資者 不是SDR這個名牌作用 你試切切想 若然今天人民幣可以每年給你30厘息 兼兼告訴你,我不會貶值的 你這樣的外幣來,我到時這樣的外幣是給你的 甚麼叫SDR? 那時候,是很簡單 叫come come change 那些錢拿過來,進去買人民幣 因為保障匯價,保障30厘息 你不要,這件事未出現過 在一九七幾年的時候 存款人民幣真的是這樣 給多個港式一倍 另外,保障你匯價,沒有風險 匯價只有有賺 不賺也好,都打平出來 那時候,幾多人會信人民幣 會願意做這件事呢? 因為當時不信 但當時的確是這樣的 即到今時今日,讓你有了SDR 若然如果日日減息 那你看看很簡單,澳洲資 怎樣? 那我又看看有幾個貨幣 都會進入SDR 日元,英鎊 你會不會拿日元存款呢? 不會,為甚麼? 那樣東西,息低,變值 SDR,是你老幾 所以,不要給SDR 這個所謂的招牌 就叫做道金 It is full scope 在西班牙都說的 El Dorado 這次的時間 你會不會? 我會不會 在那邊 我會不會 在那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